欢迎收看高雄现场 我是赖昌邦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大高雄的公共话题 高雄最近传出了许多的国际大厂 要纷纷来进驻投资 也造成了一些房价可能会上涨的一个状况 大家都开始担心 房子会越来越贵 越来越难买 所以政府就推出了囤房税 预计要推出囤房税 那么囤房税是怎么来做一个课征呢 又会不会有一些后续的后果的影响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请到了三位来宾 一起来做分享跟讨论 第一位是我们高雄市税捐基增处的副处长 陈文良 陈副处长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税捐基增处副处长陈文良 欢迎副处长 第二位是我们高雄市议员 陈丽娜 陈议员好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议员陈丽娜 欢迎议员 第三位是一手大学的教授 李建兴 李教授你好 各位观众 请大家好 我是一手大学 EMBA执行长李建兴 欢迎教授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就是陈其迈市长 推预据要推出囤房税 那么要怎么来课征呢 增加的税收要怎么来运用 我们先来看这段VCR 为落实居住正义 及兼顾租税公平 日前市府预告 修正高雄市房屋税 征收自治条例 第四条 第十三条草案 针对高雄市非自住用房屋 按差别税率 课征房屋税机制 我想市长在10月24号 已经正式对外宣布 我们为了市长要照顾 高雄市民的一个居住的正义 要推动了存房税 那经过这一段阵子 我们的一个收集 跟一个资料的会者 那我想我们针对于高雄市 总共有106万户 属于非自住的部分 是总共有8.4万户 我们就这8.4万户的部分 我们去把它收集了 从我们排除掉 市长讲的 自有住宅的部分 我们有力排除 也就是全国本能配偶 未成年子女 三户以下的部分 我们维持现行的税率 高雄市非自住房屋税率 由现行单一税率1.5% 调整为对房屋所有权人 依持有户数 定定差别税率 持有三户以下 每户按2.4%克增 四户以上 每户按3.6%克增 所以超过这个部分 又非自住的部分 我们目前的草案规划 是在三户以下的部分 我们是用2.4的税率来克 超过四户以上 我们是用3.6 那这个方案 当然我们还会排除 非属屯房的部分的 九大类的一个项目 包括譬如我们的 共同共有 我们一些社会住宅 我们的一个公寓出租人 这一些我们都会把它排除掉 所以整个草案的部分 我们会进行 明天会进行预告的作业 因为要尊重整个 每个 不管团体或个人的声音 我们会整了整个的一个 民众的新生了之后 我们会提市政会议 接下来 市长讲了 我们今年年底会送议会 那也请议会 各个委员跟我议员 跟我们支持 市府指出 落实居住争议 必须结合多元配套 因此囤房税增加的3亿税收 将全面用在青年租金补贴 而这次修法 对非自住房屋税率的调整 并不会影响自住房屋的税负 好 我们知道 这个因为房价的高涨 所以推出了这个囤房税 那房价高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高雄市的房价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 我们请议员来帮我们先做一个分享 也针对这样的一个囤房税推出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最近如果想要在高雄买房子 尤其是本来就是高雄人的 应该可以感受到高雄 其实最近的房价不断地在往上涨 那在薪资不涨 然后房价不断地涨的状况底下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要这个忘乌心态 因为看着一栋一栋的大楼一直的盖 但是可能真的是买不起房子 因为薪资的水平其实根本就没有怎么涨 那所以以现在这种情形来讲的话 对很多高雄人来讲 无疑就是在这个买房的部分 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台湾人的习惯都是希望能够自己 拥有自己的住宅 那所以在购屋的这个意愿上面 事实上是非常的强烈的 那尤其是年轻人现在想要就说 真正的就是说可以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 在高雄市来看的话 大概平均来讲的话 大概要七年到八年都不吃不喝 把薪水供奉出来 才能够买一栋房子 那是对年轻人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想在高雄来讲 目前房价的情形呢 事实上是非常的严峻 也以这个前一阵子在报纸上面有刊登 就是十大就是在城市里面 哪一些地区是这个房价的这个 生长的这个就是幅度 涨幅是比较高的 那其实在十大里头呢 高雄占了三个 那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可以看得出来 高雄最近的房市非常的热 就我所知应该有岗山 人物还有男子 这三个地区呢 是这个全台湾里面十大这个涨幅高的地方 那所以以这样的状况来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来讲高雄市的房市的价钱 的确是很不错 那但是呢 对一般的民众来讲 真的是一个呈现一个相当大的压力 就苦了 大家就要付出更多的一个 所得一个成本 才能够去工 不吃不喝 哇 七年 所以可能就刚开始 可能先用租的啦 或者用脚房贷 会背得很辛苦啦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以前很早就可能会发生在台北 那曾经何时 我们高雄也出现这种高房价 比如说一字头的 然后现在看不到一字头 二字头 三字头的 那以前的比较高房价的地区 可能是这个文化中心 林雅这边 然后后来美术馆区域也增加了 那最近呢就是台积电 亚湾区的议员这边 然后再来就是台积电这边 男子啦 是刚刚提到的 钢山 人物那部分的透天错 其实也价格也慢慢高起来 好 为什么价格会比较高 那建商是故意把这个价格抬高吗 我想建商可能有自己的一些 基本的成本啦 那有没有一些人为炒作的因素呢 这个整个房价是怎么样定定的 我们请教授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好 那我首先跟各位那个 观众的话报告就是说 那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的话 事实上现在才刚在通膨的起始点 那通膨本身的话 事实上它有三加一的因素 那三个因素的话 第一个就是因为 我们空间那已经发生嘛 所以就会造成说 我们的这个物流本身 它会那个不顺畅 比如说它会塞港 然后切后柜等等的话 造成这个物价的这个上涨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个特别是造成 原物料价格的上涨 那打个比方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路上看到的这个托板车 它那个载着我们的那个钢卷 在2020年的三四月的时候 这个钢卷本身是每公顿 是三百八到四百美元 然后到了去年的这个七月的时候 这个钢卷本身的话 它每公顿的话 已经涨到一千一百美元 所以这整个建材上面的 的这一个涨幅的话 事实上建商这边的话 它也是很无奈 那第一个的话我讲说 是因为空间发生 造成供应链本身 它的这一个 生产没那么顺畅 供应链没那么顺畅 所造成的 那第二个本身的话是因为 全世界的这个资金量 政府都是撒钱就经济 那整个那个资金量的话 就是说在08年的这一个9月 那美国的那个FED 它的中央银行 的这一个资产负债表 是八千亿到九千亿美元 里面有92%是印出来的美元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八千亿九千亿的话 大概就是等于印出来的美元 然后到了去年的这一个 就是那个6月16号的时候 那美国的这个FED本身的 资产负债表的话 已经达到八兆美元 八兆相对前面的这个 0.8兆的话 属主的话是它的十倍的这个资金 那这个会造成什么现象呢 去年的这个10月1号 中南美洲的这个大国家 韦瑞列拉 它推动的币制改革 简单讲就是印制的新钞票 然后呢来换旧钞票 旧钞票是100万换一块钱新的钞票 那台湾以前在民国38年的6月15号 是4万换一块 那韦瑞列拉的话是因为发生的 这个很大的通货膨胀 所以那必须要推动币制改革 所以100万换一块钱的这个 那个新钞票 那第三个原因的话 我们就是因为 大家受到那个极端气候的负败影响 越来越大 所以大家更重视 那个所谓的叫做减减碳 碳排行标准的话越来越高 然后这个我们称之叫ESG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称它叫做所谓叫做 绿色的通货膨胀 Bring inflation 所以三个重大因素 造成全球的通货膨胀 是必然发生的 就是COVID-19 然后资金 再来就是所谓的叫做 我们的这个ESG的这一个 Green inflation 那加一的地方就是说 美国在积极推动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里面的话 65%以上都是营建 那中国大陆也在推动基础建设 所以全世界占整个世界GDP 40%的两个大国家 都在推基础建设 所以去年的话 发生了 有史以来很难见到的东西 以前都是出口的话 会有出口的补贴 去年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他就宣布说 你如果要出口钢瓶到国外去的话 请缴出口税 你出口我还跟你跟你跟你客税 所以全世界的基础原料跟钢材本身 大幅的上涨 所以建商本身他在做 卖易收入的时候 实际上压力是非常沉重的 因为建材跟人工的价格 是不断的往上涨 以上说明谢谢 这个全国的全球的因素 引起了这个原物料的 一个短缺的状况 成本就会增加 所以也会造成这个 建商在盖房子的时候 营建成本就相对的就提高 当然这个部分是 没有办法避免的 可能就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但是还有没有一些比较 所谓的刚刚有提到 这个囤房税 大家可能会一些 吸售啊 就是等到这个价格 在更高的时候 我再来售出 那这样子对于这个厂商 要来高雄这些投资 可能也会带来一些 劳动的一些人口啊 那如果说跟着这个产业 来到高雄居住的一些员工 他发现高雄的房价又这么高 会不会也会造成这样子一个 人口数没有办法进入到高雄 增加劳动力的这种状况 陈医院有没有观察到这个部分 特别是在亚湾区也 墓区要做一个开发 特贸山等等的 这个标售等等的 会不会因为附近的房价 都非常高 变成我员工要进住的时候 我的所得就部分 有部分真的要 就在房贷这个部分了 我现在目前 因为其实人还没有 真正的大量的进来 就以这个工作人口来讲的话 那我们期待就是说 台积电来可能他的下游厂商 有很多的这个员工也会到来 然后这个人数可能会增加高雄市的 整体的这个人口 最好就是整个移居到高雄来 户籍也都签过来 是不是 那户籍签过来 他长期要在这边工作 然后就会有就是买房 然后稳定下来的这个打算 那目前因为这个状况 还没开始产生 但是呢房价已经先开始涨了 那就我们所知道 前阵子大家新闻上都有看到 就是说预期台积电会来 所以呢在这个左南地区的 很多的这些建商呢 就变成了把房子呢 先停止销售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呢 其实我们可以预期到的是 附近的房价就开始涨了 那不是只有房价涨 地价也涨啊 那所以地价 刚刚老师也有提到 就是说建材人力地价 我们现在看到成本不断地垫高 所以以后的房价 目前看起来的趋势是 就只有往上涨的机会了 好像都回不了头了 没有办法再回来了 对 那通膨的压力 什么时候会这个泡沫化 也不知道 那但是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不断地就是在往上涨 那真正的有需求的时候 我想那时候已经 房价已经都涨上来了 那所以现在这个预期心灵 已经导致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 已经到了一个比较 算是高雄 于我所知的一个 比较水位上面是算高的部分了 那所以对这个所有的民众来讲 是为得其利先谋其害 就是说我们都可能还没享受到 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那没有想到 没有享受 还没享受到就是就业的 高薪资的这一些 这个可能性的待遇 那但是呢 房价的这个压力 可能已经造成了很多青年人 想要购屋上面 会造成的一个很大的压力了 那这个也是全球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可能我最近 也常常听到一些 就是在营建工程方面的人 没有钢料 然后没有这个找不到工 这个情形实在是太严重了 那所以以这样的状况来看的话 我想在短期之内 目前这个状况是不会解除的 还是一样会持续是这个状态 对 刚刚讲到缺工缺料 尤其缺工的部分 其实我们有发现 美术馆有一些房子 怎么最近都比较没有在动工了 盖得又特别慢 这些一个状况 也不见得它要洗手 它要等待更好的一个房价 好 那政府在发 也发现这样一个状况 特别是在我们 整个六都比起来 高雄的这个房价 也慢慢再涨起来 那其他县市呢 也推出了这个囤房税 所以我们市长呢 也宣布要推出这个囤房税 不过还只是先做一个预告 因为还要再等过 议会的一个通过 那到底我们刚刚的市场 囤房税是怎么样来课征的 赶快请副处长 来帮我们先分享一下 说明一下 那根据那个 黄税条例第五条规定 那住家用的这个税率是1.2% 然后这个主要的负数 全国你是本人或者是配偶 或者是未成年的子女 可以如果说自住的话 可以合计在三户以内 但是最主要要实际去做居住 而且没有出租 那除了这个三户以外 你在各县市 比如说你在高雄市 另外有非自住的 非自住这个房屋 那目前的税率固定是1.5% 那最高最好规定最高可以提升到3.6% 那这个囤房税啊 就是各县市所在地 如果这个持有人在各县市所在地 以各县市来做一个计算 然后现在各县市有一些像六都的话 目前大家也都有要定那个差别税率 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所谓的囤房税 那囤房税里面最主要的内容 我们高雄市这个草案 就已经送到高雄市议会去了 那是属于议会的这个选择 如果这个我们这个草案这个内 主要内容是三户以上的 我们就是定为2.4% 另外在四户以上的 我们定在百分之 均为3.6% 那预计就是可以影响 这个5.4万人 那7.1万的房屋 那预计如果说顺利的话 以这个版本顺利的话 可以增加税说约4亿元 那除了这个我们定这个囤房税以外 但是我们避免说商给无辜 所以我们很费心地去找 能够达到公平 不要无辜的人 那像我们从汇整起来 一共有9项 比如说公有房屋 公住家用 然后劳工宿舍 这个劳工宿舍经过 这个劳工的主管机关所核准的劳工宿舍 然后学校合作了一个VOT的学生宿舍 另外工统共有房屋 以及具层取得的分别共有房屋 另外最主要的有一个就是起造人 带销售的 这起造人大部分都是建商 建商 因为我们有这个措施的话 我们给我们这个草案 给他三年的那个缓冲期 另外民间如果有盖那个社会住宅 或者是有一些住宅要释放出来的 比如说包住了或是你带管了 这些 另外最后一项 我们这个停车场没有营业用 目前我营业停车场如果是课税 的话是2% 如果说你非营业用的话 就是课到2.4% 好像有点不公平 所以我们把这一点也列进去 目前就是这排除这酒类 那这酒类的话也是原来的税率 1.5% 那依据这个草案 如果经过市议会 审议三组通过以后 我们依据在明年的111年 这个7月1号就开始来做实施 为什么要做110年7月1号 因为房屋税是按月课征 而且这个112年起的是111年 这个7月1号到120年的6月30号 所以基增 所以基增做个方便 这边是做个解释 所以最快实施的话就是 三组通过就是今年的7月 7月 7月1号 但是明年才能 明年才会接收到税单 是是 好 今年的税单还是按照原来的 是 好 谢谢副署长的说明 所以就是原来的自由住户 住宅的话是1.2% 然后之后就可能会往上面调 2.4% 3.6% 那这样子一个囤房税的一个状况 跟其他县市比起来 有没有比较合理还是不合理的部分 议员有没有看这样子的一个 囤房税的一个订定的标准 特别是三户以下 四户以上这样 以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还不算是最严厉的囤房税 最严厉应该算是台北市 台北市的部分是两户以内是2.4% 三户是3.6% 那我们是三户2.4% 四户3.6% 那所以台北还比我们严格 但是台北实施起来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近几年来台北的比较早实施嘛 但是它的房价还是不断的高涨 那所以对这个囤房税 是不是有用来讲的话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啦 那以宜兰来讲 宜兰我们都知道 其实房市应该比较没那么热 但是宜兰也比我们还要严厉 宜兰是两户以内是1.5% 然后三到七户是2% 然后八户以上是3.6% 那所以就每一个县市 可能规定的状态不太一样 然后在拥有的房屋数的情形 因为宜兰乡村型的地方比较多 那所以是不是状况上面有所不同 但是就这个%数来讲的话 宜兰定的还是又比高雄来得严格 那就六都里面的情形 有不见得都有 比如说台中的部分 那不一定每一个城市都 目前都希望能够推动囤房税 那高雄开始提起囤房税之后 是不是会对我们的这个房价 有抑制的作用 刚刚副处长有提到就是说 目前是大概有5.4万人会受影响 7.1万户的房子 这个影响的部分 我们可能在第二阶段 我们再来讨论 OK 所以总括来讲 那待会还会再继续讨论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认为 就是说以这个各个县市的状况来看 高雄市并不是最严厉的一个城市 但是要看看就是说后续 是不是有可能滚动式的调整 有没有真正的抑制房价的作用 才是重点 是 好 所以有没有办法抑制房价 还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有5.4万人会受到影响 那要怎么要避免 有影响状况又是如何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好 继续来看到讨论我们高雄的 要推出这个囤房税 那预计可能会影响到5.4万人 那可想而知大概就是 我房子多的人 那当然有部分可能是 所谓的投资客 那市长就认为说 房子是要给人家住的 不是来投资的 那另外还有一部分 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多房者 就是所谓的房东 要装这个包租工 包租婆 但是我房子 我还是给其他学生族群 或者说其他上班族的人来住 所以还是有达到住的功能 所以这样子的囤房税 会不会打到所谓的包租工 包租婆这样子 甚至还可能让 那我增加了这些税收 会把它转介到 所谓的租客了 那学生族群又会受到影响 年轻的上班族 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你怎么看 这样子的一个囤房税的增加 对于所谓的房东 他本来就是有把这个房子 给一般人来居住的 不是拿来投资 也不算是投资 你的看法呢 是 刚刚主持人讲的 这个状况是很有可能的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 这些就是拥有比较多间的 房屋数的拥有者 他本来就是资金比较多的人 那所以呢 他可能在这个房子的运用上面 不论是他是租刃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转手买卖什么的 他其实他本来他自己本身就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拥有度 所以他对于囤房税是不是会感到压力 这个是我第一个质疑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会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的 其实他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 就说他是租屋者 他就说因为囤房税的原因 那我得再提高这个租金 所以呢就转嫁到一般的这个租户身上 那在买卖的时候 同时也会把这个价格就算进去 所以对他来讲 其实这些资金的压力呢 其实可能只要他在资金的流动上面是没问题的 可能对他来讲也不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有政策就有对策 所以以这样的方式来看 我觉得囤房税能不能造成真正的抑制房价的作用 可能只是增加 我觉得最大作用可能是增加政府的税收 那真正能够抑制房价的效果 其实以台北市来看的话 其实真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有限 那台北都比我们严厉了 结果台北的房价 以现在的那个 就是你在金字塔尖端的这个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拥有大部分的资金 可以拥有比较多户数的人 不断的还是在购入高房价的 高单价的这个房屋 他不会在乎那么一些一些的税 反正他资金已经这么足够了 已经足够了 其实最苦的还是一般的老百姓 所以怎么样去达到 就是说一般老百姓可以用比较平时的价格 买到他应该要有的一个小窝 这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真正想要利用囤房税来改变我们整个这个价格 就是市场上面房屋的价格 我觉得真的是效果应该是有限的 对 其实囤房税就是增加这个房屋持有者的这个成本 希望你觉得说成本有增加了 那我赶快把房子卖掉 那可能价格的部分可能在看啦 当然议员的认为说可能会转价到这个房价上面会增加 有没有可能会降低 这个部分我们也另外再讨论 还有一个学者也会认为说 那我自己住嘛 那我多一间房子也是要变成囤房税 第二间那房子的坪数大小呢 也会认为说 我囤房税我囤的坪数比较大 课的这个税收要比较增加 有没有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教授你的看法呢 我实际上提供一个观念 给我们这个囤房税在实施的时候一个参考 那基本上那个市政务那个卖卖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努力 上我们都看得到啦 比如说在这一次的招商引资上面的话 实际上确实是帮我们那个高雄地区的民众 那一起未来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不过我的一些囤房税的看法的话 是跟我们优质的一纳一言的看法是一样的 那我补充的地方就是说 事实上这个地方对那个 就是囤房的这个民众本身的话 事实上他那个成本的结果来看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影响力几乎是微乎其微 然后所增加的这个税收的部分的话 事实上对整个市府的这个税收来讲的时候 上那个占的那个比重 事实上也并不算大 但是我提供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 那个面对未来他即将可能就是高度通货膨胀 那民众本身的话他会有资产配置的这种需求 所以就是房地产他他某种情况就有对方通货膨胀这种保值的作用 对那所以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造成民众本身他资产配置上面的话 的这一个就是规划上面的某种程度的抑制 那另外观念就是说如果有人他在那个大学的附近 对不对 然后那个长期持有房子来租给这一些那个大学生 那请问这样的话对社会上的话是不是有做出他该有的贡献 可是现在的话连这样的那个长期的这个持有房子 来租给我们年轻人跟大学生的这些房东 他现在都要被课征所谓的叫囤房税 囤房税 OK所以是不是应该七分说 长期持有跟短期炒作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只要是针对短期炒作 那现在再来一个更重要的观念就是说 治水的有效方法基本上他应该是输到 而不是防堵 所以换句话说 透过这个囤房税本身去抑制某种方面的 这个房地产的需求会不会有效 还是更积极的是 我想办法去提高高雄地区房地产的攻击 用增加攻击的方式来抑制这一波 房价上涨的速度不要那么的快 这样是不是更有利于我们的年轻人 他能够就是更买得起这个 就是房子的部分 那是不是给适当的高雄市政府这边的话 额外的去编列那个预算 给年轻人本身 所购主本身或者来高雄这边新就业的这一些 那个外线市移过来的这一些那个年轻人的话 给他在购屋的利息上面的这个补贴 所以我认为说基本上的话就是 以这个疏导方向的增加攻击方式的 然后如果针对建商本身他已经盖好的不销售 事务应该对这个部分的话要给你就是说相当的这个惩罚的税率 所以我觉得以期囤房税 倒不如说我建商本身盖好了不销售 OK 那很明显的话就就是这个的话就造成现在要买房子的这个这个这个量的话 就是变少了嘛 那公司法则的话物理稀为贵 大家预期未来房价会涨很大 可是你盖好不卖的话造成整个攻击量的话萎缩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更是造成房价涨更凶呢 所以盖好不卖的这个建商的建案的话 是不是事务这边的话可以针对这个部分的话 多加一些就是税率上面的琢磨 所以我就认为这个地方才是可能是重要的这个重点的地方 以上收入是OK 好就是这几个其实刚刚教授也有提到 就是说所谓的持有的年限的部分 也可以做一些区隔的部分 那针对一些建商吸收的部分 大量持有的房子 然后不再做一个销售 变成市场上就越来越缺的这种状况 好那针对这几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原因的状况 在修法的订定这个法规的部分 是不是有些注定到这个部分 或者说做一些避免的 我们有参考 比如说那个台北市 其他那个已经有订过草原 比如说最近那个台南市 他们在去年这个就一会三读通过 那后来他们变成这个税率变成是市级 所以在一户的部分 非自助住家的那个房屋 一户的部分它是还是原来的1.5 另外在这个两户到市户之间 它们变成是1.8 然后市户到五户之间它是一个2.4 那最后在六户以上它才是一个3.6 那这个急速越多的话 对那个确诊机关激增的话比较不利 因为房屋税是按月课增 而且要实务上去做一个认定 所以会增加激增的能力和成本 也就是说它在什么时间做转换买卖交易的时候 是要按一个月一个月的方式去切割 那个是房屋税 房屋税课增它是一个月一个月 不像我们那个地价税它是一年一个年起 来做全部就是一次 那房屋税的话你每个月如果说你的使用状况 有去做变动的话 你税圈能源要到现场去查看 是属于你使用前景是什么状况 你是营业用呢 还是自助还是非自助 分了很多种 所以这样的话在认定上或者是作业上 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我们 但是可以克服吗 这个是可以克服 但是要我们有机会成本嘛 我们投资这么多人力 这个一个机能人这个月薪的话是好几万 就是不高啦 所以我们在那个修好过程当中 我们把有一些比较 没有对税务上来没有公平的 那刚才也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也有报告过就是排除这个第九项 那当然那个第五项那个建商的部分是比较 因为建商它那个从盖到从取缔 然后再盖的话有一段期间 然后盖款以后它也有销售期啊 它好像也不是一个同行的性质啊 那如果说你说那个建商全部都是同行的话 那认定上可能大家争议还蛮大 所以我们是订了也给它三年的那个缓冲期 对有一个三年的缓冲期 是好所以有一些状况已经陆陆续是在一些排除的部分 那如果说这个真的像议员讲的 就是说我们房东持有很多的房子 然后我们想说那因为这个囤房税我要出售 那可能会再垫高这样的一个房价 那如果说垫高房价的话 一般的所谓的租客或说一般的民众还会买得起吗 所以这样子一个囤房税的效果会是怎样 那教授您认为呢 如果出售这个房子的话 会转嫁到消费者的一个身上吗 那这样囤房税还会有效用吗 基本上那个市场的公息法则的话 重点就要看那个就是整个转嫁能力 那转嫁能力本身的话 就看那个当时的那个市场的状态 如果现在大家都预期说 那个就是高雄市场本身 它是未来这几年的话 是一个多头的这个市场 那所以卖方本身的那个转嫁能力 就非常非常强 所以以这样的理论来看的时候 基本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 那个打压需求的这样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我认为它的成效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那加重负担本身的话 就是一种打压需求的方式 那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 就是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是不是一个矛盾的一个现象 好什么矛盾呢 基本上我们这一次因为 就是卖卖政府这边很棒的地方 就是招商成功 那市伍本身包括那个就是 就是我们杜花企本身的这个易估 高雄即使按照现在的营建的这个推案的速度下去估的时候 那到了我们2030年就接近大概是8年后 那高雄市政府这 我们高雄市这边 仍然会少大概4万户的房子 好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说是有攻击不够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认为 英里四岛的话 基本上应该从增加攻击方面来着手 那增加攻击方面的话 比如说 我们现在很多的建案 它 它那个目前就是动工速度慢 是因为切工 切工的话也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我们原来有国际移工 来帮我们做这个营建工的部分 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引进不容易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高雄市政府的话 把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 就是一个现象的话 反映到中央 我们要不要专专业的引进 就外籍的国际移工的这个部分 然后给它一些营建上面的一些专业的信念 让它的那个工作的品质比较好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移工的这个引入 来增加我们高雄本身的这个 新的这个就是建案的这个 尽快完工 那更多的攻击 那基本上的话 它具有抑制房价上涨的功能 或者是让房价上涨的速度的话 就变得比较慢 所以我认为说 还是应该从桌外面下去走手 提供供给的这个部分 OK 那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刚才提到的所谓的 可能会缺4万户这个部分 其实在社会住宅部分 高雄这边已经有陆续推出 可能会增加到所谓的1万户 那这样子一个囤房税的一个增加的收入 其实市长也说了 可能会用在所谓的社会住宅租金补贴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请副处长来做一个说明 好的 记得那个去年的12月24号 市长在开记者会 他就宣布本市要推动实施同行税 他同时也提到这个住的问题 是一种居住正义 那要推动这个同行税 也有一个多元的这个配套措施 那居住正义也是一样 那目前市政府就是有四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全力的来兴建社会住宅 那据这条统计预计是1万5百户 另外在青年 因为青年的话刚好碰到高雄房价 有些要买的话就追不到 所以在这个青年这个租金补贴方面 也有琢磨 另外首购组可能也会受到冲击 那首购组的部分就是给予比较低利的贷款 当然是这三个面向以后 最后就是推动那个同行税 那同行税刚有报告过了就是增加的那个金额 就是以青年这个租金补贴为主 另外这个要推动这个租金补贴 以及保障我们的年轻朋友 然后照顾这些弱势 以实现本市一个居住正义以上 是好所以就会增加把这个囤房税的部分 来导入到所谓的社会住宅 或者说租金补贴首购的这个部分 来做一个抑制房价的部分 好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继续来讨论 刚刚教授也特别提高 希望能够增加所谓的供给面 让这个需求面能够满足 这样子房价就不会高 哪些供给面可以来做一个增加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我们再加个好友吧 每周一晚间九点加个好友吧 好 继续回来讨论我们高雄 要推出这个囤房税 当然这个房市问题 在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发生这种状况 那我还记得说 最早的时候在李登辉当日总统的时候 有推出所谓的台塘的土地 盖一瓶六万块 这个是没有一字头 六万块现在哪买得到 另外阿扁上任的时候 也有推出这个青年首购贷款 我还记得是333 那我们之前那个都有经过这样子的年代 那现在又推出了所谓的囤房税 那教授也希望说能够增加所谓的供给面 这样子房价就不会 房子就不会买不到 变得大家都要抢房价都会增高 所以也推出了所谓的这个青年住宅 那议员也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现在社会住宅推出的是 所谓的只租不卖 那议员也认为说 是不是可以用直接卖断的部分 让青年能够很快的很轻易的入手 能够有第一个房子 议员的想法呢 是我想供需平衡的这个部分 一定是房价的一个平衡很好的作用 那你那个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 你的房价一定就是飙涨 那我刚刚听到教授讲才知道 就是说原来在高雄市还有四万多户的需求量 到2030年的时候 所以这个难怪就是说房价我们可以看到 不断的在往上标 因为实在是太多的这些指数都告诉我们 不论是疫情建材人力各方面 都是让我们造成这高房价的原因嘛 那所以现在如何让这个年轻人 能够买到他们的房子 其实很重要 如果在北部想要买个房子 台北来讲的话 我们讲是14年要不吃不喝 高雄大概也要七八年 那所以以高雄的状况 的确比北部要好很多 但是对高雄的这个年轻人来讲 因为薪资水平比较没那么高 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所以在高雄其实是比较有机会 可以圆梦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窝的 那但是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刚刚我们就在提到就是说 社会住宅高雄市还要再盖一万多户 就是中央的计划再加上高雄市自己的计划 两边加起来大概有一万多户 那其实有些地点现在选得很好 譬如说在这个复兴路成功路这边就有一块 就是准备在这个亚洲新湾区很多的厂商进住的时候 在那边要盖社会住宅 原来那个货会集合的那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那么好的地点 然后如果在那边盖社会住宅 势必就是对于附近的房价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 但很可惜的它采用的方式是成租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现在社会住宅青年住宅的这个模式 在高雄市是采用的方式是这个成租 只租不卖 那但是呢 但是全台湾都是这样子吗 没有没有没有 在台北就有抽签 抽签去购买的部分嘛 对那所以其实他其实以前也有过就是用抽签的方式来买 那抽签譬如说年龄是一个指数嘛 然后各方面他都有一个指数的排列 然后累积那个分数以后 那谁可以去参加抽签的这个资格 那所以就对年轻人来讲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说如果有一万多户的这个社会住宅来释出 然后呢用一个比较便宜的房价 就说如果以亚湾区来讲 现在平均价格在三十几万来讲的话 那也许他的房价如果是在二字头或是一接近二的这个数字来做这个成购的话 那势必在附近的那个房价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 就是我们的房价的三分之二左右 就是说市价的三分之二左右在这附近 其实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了 那也会让附近的房价没有办法就是一下子飙升的那么快 这是很直接的就是市场的很直接的一个方式 那像这样的一个模式如果可以做的话 其实我自己觉得才会比较有效的去抑制到就是整个房价的这个上涨 大量的社会住宅的卖出 然后去让这个市场的整个价格能够稳定下来 这其实是一个好方法 也是就是说政府对民众的一个照顾 我觉得这是政府目前可以思考做的 那囤房税到底到最后在议会经过讨论后会不会过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到时候因为我们囤房税所有的这个收入 都是要来溢注到这个租金的补贴上面嘛 青年租屋补贴上 那所以呢 如果是可以改变不要是青年租屋 而是青年购屋补贴 购屋补贴 对 就是说我把两个就是社会住宅的部分 不要用租的用购买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青年的这个购屋上面再给予补贴 其实这个是实质上面去帮助到我们很多高雄市的年轻人 能够真正的拥有自己的房子的一个方法 那不然的话你再让他租房子租个十年他还在租房子 那他从比如说25岁租到35岁可能到40岁都还没办法自己买房子 所以他前面把这些钱都投注在他的租屋上面 以高雄跟台北的状况的确是不一样嘛 那如果以高雄的情形来讲 明明他有机会在高雄拥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他却浪费了十年的时间在租房子 你看有多可惜是不是 那所以以这样的状态 我还是希望就是说政府的政策 可以在这个时候能够做一个转弯 做一个修正 那这样子会对高雄市的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有所帮助 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的产业的推动 看到台积电以及很多的厂商要进驻的同时 我相信如果释出这样子的善意 更多人会有意愿在高雄市定居下来 一个城市其实最主要的这个资产 就是我们的人才我们的人口 所以这个人口红利的部分 如果能够持续稳定的上涨的话 对高雄市的发展就是一个最大的利益 增加那个劳动力啊等等的 是是没错没错 那教授你怎么看这样子所谓的提供供给 在社会住宅的部分有哪些可以做一些变革 用这个可以售出甚至可以抑制附近的一个方向 你的看法 我上次那个同意那个我们丽娜议员的这些论述 那我来做两大点的补充 第一点就是说那个 四五这边的话是让很用心 但是就是说我说我们就是 我所谓叫做努力工作 但是也希望能够就是聪明的工作 那我建议四五就是说 事实上那个 很多的金融机构本身 现在就是非常乐意做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 那现在更已经提升到所谓的 这一个ESG的这个部分 所以事实本身的话可以去编一笔议算 甚至的话可以跟一些企业的话 募款来都OK 这个款项本身的话 基本上就是作为 我们的那个清联跟所购本身 跟他的这个低利的补贴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我们建过一个所谓的高雄市政府 跟金融机构银行本身的这一个 ESG的这一个大家就共好的这个平台 然后也希望那个金融机构本身的话 能够给我们清联跟所购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事务努力 金融机构这边也让一些让利 在那个利率上面的话比较低 然后甚至前两年的话只要缴那个利息 不用缴本金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那个 就是年轻人本身 他不管是回乡 从北部回到我们那个高雄 或者新来高雄这边工作的话 他买得起房子的这一个机率就高了 因为他多了两年 去累积他的这些存款 那另外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社会住宅的部分的话 我问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新加坡可能是全世界 这方面做得最好的 新加坡的房子里面的话 每五间的房子 有四间就是政府所提供的社会住宅 他的社会住宅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他事实上是针对各种层面的 从比较小的坪数到比较大的坪数的话 事实上那个新加坡政府通通都提供了 都有钙 都有钙 所以我建议我们那个事务的话就是说 可以往那个新加坡的这种模式的方式来努力 当然我了解新加坡的条件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大方向去努力 怎么努力呢 我们那个在高雄市的这一个版图里面 有很多的公有土地 那目前的话他可能是闲置着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盘点 让他来新建我们的社会住宅 那说实上刚刚丽娜这边提的很棒的地方就是说 低价卖给首购跟年轻人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他隔了多少年之后转卖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就是 你只能够转卖回来给我政府 然后避免你从中去做 我本来是要赞助你 可是你现在拿来做做套利 所以台北发生的事情就是说 30年戳中国民住宅的 那经过30年之后的话 他的房价涨了五六倍 那这样的话就丧失了当初 我们社会住宅的这样子的意义 所以这整个很多的配套的话 我觉得应该可以开一个公立会 来做个处理 谢谢 是 好 那针对议员跟教授的一些意见 如果以税件支出的这个立场来讲 有哪些可以做一些参考的 刚刚那个议员跟教授 讲的也是蛮有道理的 那市政府会广纳这个东方意见 如果说真的是要去有这个方向的话 可以广纳意见 然后去做一个适当的处理 是 好 因为这个社会住宅的部分 其实这个 我们社会住宅好几个地区 有些像刚刚议员讲的是 在比较阳湾区的进化区 有些在岗山 有些在大辽也有 其实可能就在试试看 盖完之后 会对整个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没有可能某个区域 就是单独那个区域变成 就是可以卖 可以卖断 这个可能还会再做一些讨论 对不对 OK 那继续来看我这个 刚刚有所谓的这个 能够增加所谓的贷款的一个比例 所以大家也会想说 如果说只缴租金 还不如缴贷款的方向来讲的话 是不是能够将这个房贷的利率 能够降低 让大家能够把租金转为这个房贷 那教授你的看法呢 针对这样子一个部分 增加所谓的这个 低利贷款的这个额度 再降低 再这样 新年能够更好的入手 好 广告室有一句话叫做 叫做科技来自于人性 同样的 政策的话也要接低气的 补偶当地的 这一个民情的这个需求 所以 普遍的话 台湾人都认为有土私有财 所以我希望最后的话 我还是希望能够有自己的房子 这种房价的时候 所以说我认为应该把这个 政策的重点放在 就是购屋的这个地方为主 除非你的那个议算金额 过多过大 那刚刚已经讲过说 市政府的话 可以去召集一个市政府为主 然后跟几家金融机构签约 形成所谓的市政府 针对年轻人购屋 所购出的地方的ESG的联盟 那市政府本身的话 给予这个利息的补贴 然后也希望我们金融机构 在利息这个地方的话 能够尽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 然后呢 给予这些所过年轻人本身的话 给予一些利息上面的优惠 那我刚讲过的话 除了利率比较低之外 另外呢 另外就是前两年的话 只缴利息 不缴本金等等 这样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这个的话都可以切实落实的 真正的让我们的来高雄定基的 年轻人本身 他能够减轻房贷 购屋的这种压力跟负担 以上 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 大家为什么一定要追这个高房价 高房价的地方 可能是为景观好 交通好等等 那如果说我们刚刚是整个区域 都能够比较均衡的发展 是不是会让所谓的 类似像明星学校这种效益 能够降低 大家不要去追那个高房价 议员的看法呢 有可能吗 我觉得是有的这种市场的 经济的发展 其实是很难用这种方式去处理 比如说明星学校的辖区的附近的房价 那是因为学校带动的 那可能周遭还有其他的 我们比较传统的 比如说在我们刚刚讲到文化中心附近 又是文教区 然后很多的军工教人员都在这附近 那所以这个附近的房价 其实长期以来也都维持了一定的相当的水平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方式 你说只能讲就是说 我们希望每一个区域的这个品质 都能够维持在这种状态底下 那如果像这种情形的话 就不会有集中的情形 它可能就会分散 那分散在各自的区域里面可能会造成的情形 就是每个地方的房价就会比较均匀一点 不会有特别的高的区域 那总归来讲针对这个囤房税 可能预计就要实施了 但是还要通过议会的一个同意 那最后请副市长来帮我们做一个结论 以政府的这个相关能够预制房价的一个立场 这个议题是 预制房价是一个多方面 那中央跟中央的立法委员也都 跟那个一些专家学者也都开过会 这个预制房价 但是这个工具是蛮多的 那我们在包装杂志也都看到金融的手段 这个中央银行这个金管局 那地方政府这边所能做的就是比较有限 那中央规定下来地方政府就做 但是地方政府纯粹的也可以就是说 如何的想办法把提供市场的攻击量 那刚才也有讲过就是社会住宅的这个新建 然后那个有一些多屋主如果说透过这个囤房税 加重它的持有的成本 它就会释放出来 那如果说没有释放出来的话 我们会引导它 比如说我刚才讲有一个租屋带馆 它有那个租赁市场嘛 它交给租赁市场 人家帮你管 一个专业帮你管 那这些那个租屋的话 它也可以比较享受 比较低的税率 那目前就是租屋带馆跟社会住宅 它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税率也是1.2% 所以地方政府就是在税率可以给它优待 那另外刚才也讲过 金融机构高雄银行这边 可以帮忙呢 就是一些首购低廉利息 地方政府可能工具也都有限了 以上 好的 谢谢三位来宾 真的高雄打造所谓的移居城市 当然房价也不能太贵 希望能够合理的 让年轻人大家都能够入手 能够居住在高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高雄现场 我们下次再见 是 谢谢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